进行的双补选已经尘埃落定 两场补选都是国阵拿下 这两场补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而国阵的胜利以及反对党的败北 我们可以从中理出什么政治情况吗 在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之前 我们先回顾补选的成绩 霹雳江沙和雪州大港补选成绩已经出炉 国阵赢得两场补选 代表丈夫首土江沙国席 在竞选期间从未现身的马斯杜拉 共获得12653张选票 以6969的多数票击败三位对手 比第十三届大选的1082张多数票明显更高 至于大港国席 国阵候选人布迪曼也获得16800票 以9191张的多数票击败伊党的阿都拉尼 和陈信党的阿兹哈 而第十三届大选 国阵的多数票是399张 增加将近20多倍 如果我们单单看伊党和陈信党之间的成绩 伊党在江沙成绩比较好 而陈信党在大港的选票比伊党多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晚上的百格 大家好 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秋香 今天非常高兴的我们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马华PT州行政议员兼这个马华联维会主席 大都马汉顺 秋香你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有我们的节目常客 又是巴达林在野行动党的巴达林在野北区国会议员 兼也是雪州行动党的州主席 Tony Pan 检委 今天有两位州主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双补选的这个成绩 还有这个结果是非常有意义非常难得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首先我们看过了这场补选的成绩 我们想知道说这一次的补选呢 是在你们的预料之内的吗 就是国阵就宽胜了 行动党 反对党可以说是产败 我想在每一场大选还是补选 都不能说是所预料或者预料之中 我想只能够说我们尽力而为 那么成绩出来了 那么就看到它的成绩 所以在这两场的补选中 我想我们终于全来热定 那么我们就看到成绩 就正如刚才所说的是一个 可以算是国阵的款式的情况 那么当然它里边的原因很多 里边的原因 就是你们没有预料到所会赢这么多的 我个人呢 我都不喜欢去猜测 对我来说就是 不管是补选还是大选 我们就尽力而为 就每票必争 务必要赢得 打得最漂亮的一张 这样会逼你呢 郭政胜不惊讶 不惊讶 当然他胜的那个 majority 多数票 多数票 尤其是把两个反对党加起来的票 他的多数票还是比上一届 多的挺多 这就当然让了我们感到非常失望 这是不可否认的 所以输我们可以预料到 但可能输的那个 那个败的那个多数票 比我们所想象的可能多了挺多 你们之前大概是预料会大概只是会输 所以输多少票啊 就是多数票 主要的可能不能讲说会输多少票 因为三角战对我们是一开始就已经是不利了 就算在大港之前的多数票是399 所以是比江沙还要小的 你一三角战 你就很难找到那个得胜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有一个奇迹发生 但奇迹是另一部分 意料到国阵会胜 但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就是看到国阵 或者尤其是武统的票会降低 所以虽然他胜 但是可能拿45%的票或者43%的票来脱胜 因为三角战所以他们脱胜 但他们得到的票是大概53% 大概53% 所以增加了2到3%的这个票数 这样对西蒙而言这样子的成绩算是惨败吗 惨不是太惨可是不好 我不敢讲惨到很糟糕 因为你要是看票数来讲 从一个整体上的反对党的票来讲 马来票国阵保留63%大概左右 华语选票呢我们失了一点 我们之前是75% 现在是65% 尤其是在大港 这样他的数目可能会差一点 在大港是从75%跌到65% 但还有保留一个65% 所以当然是非常失望 但不是说完全绝望 那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你们检讨了这次败选的原因 我觉得让我们感到最失望的就是 国家的一些主要课题 完全不能够 影响 影响或者感动到当地选民 比如说我们问的问题 主要问题 我们T-Shirt都放大大个 四十一跑到那里去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 而且还影响了我们国家最高领袖 就是我们首相纳吉 我们的1MDB 大家都认识那个课题了 不是说那个课题没有人认识 大家都认识了 但是大家不觉得重要 或者不够重要 到他们需要改变他们的选择 而且另一部分失望的就是 也有几千票 外博的票没有出来投票 所以出席率跌了非常多 他们没有出席 所以从88 在大港 从88%的这个出席率 到这一次的补选只是大概74% 74% 所以跌了14% 这也影响到 到了我们的那个多数票 因为不回来的 可以讲大部分都是比较年轻的 那些SALORAN DIGER SALORAN PART的这些年轻的 大部分从历史以来看 Trend来讲 他们都是我们的支持者 都是你们的支持者 然后反对党内讧的这个 会是其中一个让你们败选的原因吗 当然一三角战的话 败选是差不多 差不多是一定了的 差不多只是 是看他的败多少 所以在那部分是可以意料到 但是还是需要打这张战 哦 已经这样子 那你觉得呢 其实我在我看来 我稍微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那就是 我觉得在整个 这两个补选中啊 其实选民他针对各项课题 都非常重视 不像一般人觉得说啊就是注重地方性的课题 其实呢叫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全国性的课题 就是 所以你说 选民没有针对全国性的课题 我觉得是有的 他们其实是非常关注 那么其实在我们下去 告诉他们的时候啊 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对我来说呢 这一次的这个两场补选呢 那么是 选民尤其是法律同胞们 完全拒绝 全力 拒绝 拒绝 的一个公投方式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想 整个成绩呢 当然我们也看得到 那就是 马来票基本上 我觉得基本盘呢 是保全住了 那在 江沙来说呢 投票率当然是比之前少 微低 那么从85% 那么降低到71% 所以情况呢 差不多一样啊 都是跌了大概14% 但是 嗯 我有仔细的去观察 尤其是投票当天呢 那就以 遥伦啊 最大家最 重视的一个 第一个地方 那 那所发生的情况呢 第一 我们四个 那是沙罗兰 他全部都赢 嗯 而且他的赢的那个 马进呢 他的是票数呢 是非常可观的 从之前的 也输498票 到赢153票 嗯 那么也有很多年轻选民呢 嗯 那边有 他们有计算了 嗯 那么就是有120个人回来 嗯 但有一些也没有来 但我的观察呢 当天 是其实当地的 不少的 大概介于40多50岁左右的 这些啊 选民啊 嗯 他们选择不出来 所以啊 不出来的原因 我相信很多人都谈了 嗯 那么大家 我想都心里有数了 那就是 呃 他们之中 可能又觉得哇 我 呃 不要投 这个政党 但是我也 因为 呃 这些原因 我想目前他们最关注的 他们有亲口告诉我的 那就是说有关于 passhood 等等等等的 当然 在那里啊 我 亲自下乡 呃 会见他们的时候呢 有 也有不少啊 选民呢 呃 他 私下的告诉我 有些是 五十多岁的妇女 那么也有七十多岁的安哥 他说呢 他 他们呢 从来 嗯 是他们亲口告诉我 从来没有 呃 投给 投过给国政的 这么多岁 嗯 那么这一次呢 他说 会 我们会 投给国政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我们可以 看得到的就是 嗯 嗯 我们不能够就是说 呃 一味的 以为说哎 没有推来的那些年轻选民啊 就是一定是 投给 也 判 或者是说因为 行动党 那么就会支持判等等的 我想这些里边呢 如果要非常仔细的去看的话呢 啊 我们却要经过好一好多一轮又一轮的这些分析啊 嗯 当然我想主要 然后 讲到最后最终呢 就是因为 他们呃 他们呃 呃 呃 相对比之前的那呃 呃 两届大选呢 呃 目前呢 他们对 呃 我敢说呢 是对于行动党 呃 OK OK 这论是一个例子 但是否 那个表示说是 异性法的那个 因素 因素 呃 在 大港是 看不到的 哦 大港 大港 反正看不到 大港 看不到 因为我们 在回应的时候很简单 这个异性法是 Double H 说 嗯 因为 为什么这个异性法会出现呢 也是国政 让他们在国会提成的 提成 所以在这个课题其实是 对我来讲啦 嗯 是一个neutralized的一个课题 OK 双方都有问题的 双方都有问题 双方都有问题 是一个挺neutral的课题的 打多打少 对于双方都 不是 不是太大的那个 那个因素 我觉得 呃 在这场呢 国政做对的 一个方式就是吸引到 选民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关注的就是 地方上的一些课题 哦 包括 啊 Dr. Ma在 在Jaloon 答应了那个 那个新的 那个所谓的 四天就冬 那个 虽然对我来讲是一个 哎呦 连那个礼堂都可以得胜 但是 国政的一个高招 嗯 因为他们得到 选民的这个 认同 所以那个 那个礼堂变成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尤其是在Jaloon的这个 新村以内 在我们的这个 雪州大港呢 就是那个 制造 嗯 衣服很多 嗯 对选民来讲 如果我是一个选民 如果 我 不看太多那些 大件事的东西 我根本这些东西我都 影响不了 嗯 一场补选就算让 反对党胜 也 没有 没有改变到政府 没有改变到政府 所以 有一些的 讲法 有些村民 就会跟我们讲说